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来看看与贵人的首相有哪些 一、事业线出自金星丘 在下端有岛形记号 将与伴侣相处而深受其会 好处享用不尽 多半是由于同居对象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 经济富裕以及特别有才能 而使你跟着张光 逾越龙门 而拥有这种首相的朋友多具吸引人的魅力 不论是容貌和姿态 常常让人一见倾心 一些社会名流的夫人 有这种首相的不少 二、事业线从头到尾的一条长直线的贵人运指数 85分 如果事业线升的是直上青云的一条直线 有这样掌纹特征的人 代表出社会之后 自然而然就能财源滚滚 特别是从事专业技术的行业 大部分都可以看到此类型的掌纹 三、你的事业线出自金星秋 这暗示你将从亲人或异性处得到金钱帮助或提拔 请仔细瞧瞧事业线的起端 如果起端在金星秋中部 多是因配偶的帮助和支持而步上好运 如果起端在金星秋下部 则能继承家族事业 或因双亲是社会的有利人士 而在事业上获得莫大帮助 记得再看看事业线的末端 如果接近中止根 则评级这一份帮助作为养分 能有或大或小的发展 有部分朋友事业线仅止于智慧线 你要小心因思想与判断错误 而糟蹋了这份福气 如果止于感情线 则可能因感情用事而止事业停滞了 四、事业线从感情线分叉 偏左下方的贵人运指数 七十分 有此种事业线的贵人 为婚后的另一半 感情线和事业线部分融合在一起 代表婚后会有大发展 能娶得贤妻或是嫁得好夫婿 齐心齐力 共打拼 获得财富 贵人运指数还不错 五、事业线旁有平行短线 在事业线旁 沿着事业线平行上升 长度一到四厘米不等的短线 表示将得贵人一臂之力 完成本来困难重重之事 有利人士 以朋友等外人几率较大 亲人几率较小 受住时间长短 是线条长短而定 而线条出现位置欲下面 受住时年纪欲小 有这线纹的你 欲是不要自己埋头苦干 独自处理 和年长者和周遭值得信赖的人商量 往往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 如果短线出现在拇指哪一侧 就是自己帮助别人 并将因援助别人而获得好运之意 比如帮忙有志之事而得到良好回报 六 事业线与理智线交错连到生命线的贵人运指数 55分 事业线与理智线正中交错 又与生命线牵连 代表工作运势起伏大 容易因人而感情勇士 包括莫名其妙的被人连累 陷害 职场上较欠缺长辈员 阻碍事业发展 7. 事业线短值且与理智线交错的贵人运指数 65分 事业线短值除了无法继承祖传事业外 还可能败坏家业 若生性不够积极 打两天云晒三天网 极有可能在中年后事业运停滞 缺乏后继之力 建议从事公职是比较好的选择 8. 事业线顶端乘X字型的贵人运指数 35分 事业线顶端乘X字型 代表职业不顺或是意外事故多 辛苦工作半辈子 结果运气却不理想 以多是非 甚至金钱损失 家人不合 需要多多注意才可 9. 事业线偏无名指 且乘Y字型的贵人运指数 80分 由此事业线掌纹的人 会财官两全 双喜临门 事业线垂直明显 且延伸出一条支线 代表名利双收 尤其是具有权威的学者 建筑业 金融业 科技业等成功人士 多是此类型 10. 你手上有提拔线 单独出现在木星丘或太阳丘 提拔线是单独出现在木星丘或太阳丘中央 未与其他线条相连的明显短线 希望线虽然也出现在木星丘 但与生命线相连结 请注意别搞混了 有提拔线的朋友 表示能幸运受到有权威的前辈或上司的提拔 有一位朋友在市政府做事 偶然被发现文字能力高妙 此后常常被首长请去写各类文稿 加薪频频不说 身价也随着该首长的平步轻云 而水涨船高地位稳大 他手上就有这条象征幸运的提拔线 11. 事业线上端分叉 乘三性文的贵人运指数90分 此事业线非常漂亮 多数企业家的第二代第三代 都有此种类型的长相手纹 事业运都很不错 受朋友或是亲人的帮助特别多 尤其是在43至45岁的期间是事业运的转变年 需要把握时机 12. 贵人线的支线触及事业线 贵人线支线触及事业线代表你活力旺盛 往往可以长期工作而不敢疲倦 并因此日积月累而得到可观的成绩 特别提醒你的是 这支线如果出现在女性手上 表示会遇到有力的支援者 她们贡献经验和智慧 使你避免掉许多单打独斗的挫折和辛苦 而且从事助人之类的社会工作 将让你更易得到赏识 13. 事业生的长直 且出现导纹的贵人运指数 40分 一般情况下 导纹的出现都表示不吉祥 除非是三角形 灵形 不过出现在此区域的导纹 代表外圆强 特别是事业受到外与贵人的帮助大 也有在精神上的鼓励 寄托及技术上的邪运 除了手纹 还可以从手掌以及志向 来分析你的贵人运 如何从手掌看一生的贵人运呢 一 手掌有肉 都说手掌有肉的人特别有福 遇是会有贵人相助 其实也要注意手背是否一样有肉 如果手掌后但手背手筋抱线 就无贵人相助 要自己闯出血路来 如果手掌手背都有肉 贵人运会很强 会处处有贵人相助 二 志在食指兄弟两肋插刀 如果你的志是在食指上发现 代表你的贵人是你的兄弟姊妹 他们的存在就是要带给你好运 在智慧或金钱上也能帮你一把 三 贵人线逢凶化吉 拇指与食指中间及生命线侧旁出现的一条线文 叫贵人线 当然 有这条线的人 一早已有很多贵人扶持 他们大多是你身边的长辈 又或者和你一起生活成长的朋友 在这一生中 往往在凶险或决策时 助你逢凶化吉 指出正确的选择给你 四 手掌中有贵人线 所谓贵人线是指在生命线的内侧生出的短线 又名火星线 古人也称其为祖阴线 意思是祖上基因德而产生的文线 阴德身后的人手掌中 通常会出现明朗而深长的贵人线 其人善良 慈爱 遇事多能得到贵人相助 从而化险为夷 也容易因为得到贵人的助力 而获事业成功 五 拇指和食指是窝纹 手指的指纹分为两种 一种是窝纹 也称为斗 一种是流纹 也称为波及 如果人的手指上只有拇指和食指是窝纹 其他均为流纹 说明此人心胸宽大 能容忍 人缘极佳 且善于交际 所以会获得很多贵人的帮助 而成功 六 音质线 上是得 金是果 如果在手腕凹陷下面有条线 这条便叫音质线 这是一条很好的指标线 讲前世的你积下很多功德 那些在上一世受恩于你的人 金是来报恩 会有贵人的缘分 你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别人很容易便信你和帮你 七 生命线起源于中心点下方的人 生命线起源于中心点下方接近大拇指处的你 健康情形较差 和一般人比起来体质较弱 是个药罐子 每天都要吞一大堆药丸 吃东西也有很多方面的禁忌 很不自由 你的个性不积极 凡是喜欢慢慢来 是个标准的慢郎中 如果朋友中有个急经风 将会常常为了小事情起争执 吵闹不休 八 生命线出现中断 靠镇宫旁出现贵人文 如果生命线出现中断 而靠近镇宫旁边出现贵人文 是个健义勇为 喜欢帮助别人的好人 什么都不要求回报 什么都不计较 而当你遇到困难或灾难 总有贵人相助 可以逢凶化吉 化险文仪 如果遇到重大车祸 你会奇迹似的受了点轻伤 也许你会怀疑 为什么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呢 那全都是因为你心地善良 因此我们平常做的好事情 会自然慢慢的回应到我们身上 危急之际 守护天使保护你 好心必定有好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试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